各位观众您好 今天要给您介绍的干扁 是稍微有一点西洋的味道 是干扁的咖喱牛肉 那么这种的在西山馆 我们台湾比较少 在外国常常会吃得到 那么这个所用的洋葱 要把它给它切成很碎很碎的小粒 这个粒的大小 差不多像红豆那么大小的颗粒 除了洋葱之外呢 还要青辣椒 那么青辣椒呢 我已经切好了 都是0.5公分的小丁 也就是红豆斑的大小 这个要放这个咖喱去煸炒 炒得干干的 也就是干煸出来的 好我们现在呢 就先把这个油烧热了 这里呢是牛肉 这个牛肉呢 买就是所谓的炒牛肉的部分 然后呢 给它切成这种一粒一粒的 这个粒的大小呢 也是0.5公分的 像小红豆这么大 都给它切好 那么不必要加任何东西 等一下就可以下锅来干煸 锅子里头呢 放两汤匙的油 用这个油呢 来炒这个洋葱 把洋葱炒出香气来 也就是炒软了 炒软了 把这个洋葱煸炒得够软了之后呢 要放的就是这个 切成小丁的这个青辣椒 这个青辣椒呢 不是要它绿 是要把它煸出来吃它的味道 所以青辣椒这么早就下锅了 好 这样子煸炒了之后 才把这个 这个切好的 切成小丁的这个牛肉 下来 然后就要不停的 把它煸炒到这个牛肉 变成这个一粒一粒的干干的 这个在煸炒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它会出水 不过没有关系 再继续用大火多炒 一会儿呢 这个水分就干了 那么干了成这个程度呢 就好了 所谓这个程度 也就是一颗一颗的 而且这个看上去亮亮的 也就是有点反油的这种现象 就算是煸炒好了 这个时候呢 就开始要加咖喱了 这个咖喱呢 在台湾有很多种 有的是粉状的瓶子 这里的粉的 也有呢 是那个一块一块的 也有是膏状的 那么今天我用的呢 是这种一块一块的 这种咖喱 那么这个呢 你就要用水 三汤匙的水 先把它调了 也就是让它融了 碎了以后才下锅 这样子再开始 再给它继续的再来煸炒 同时呢 还要加一点调味料 这种一块一块的 它本身呢 已经有一点咸味了 所以呢 加的时候呢 不要加太咸 那么这里呢 是给它一点酱油 不要太黑 这里是少许的盐 如果是想吃的甜一点 你可以再加少许的糖下去 那么就这样子 再给它来回来回的 再煸炒一下 好 那么加了这个咖喱以后呢 要小心火 要小 太大火呢 它容易焦 而且容易苦 所以下去之后呢 就时间不要再煸炒的太久了 就可以了 好 这种煸炒出来的这个咖喱牛肉 除了可以浇在饭上面 也可以这个给它放在这个吐司面包的中间来加着吃 那么也可以这个来拌面 都是很好吃的 那么这个关于这个咖喱 现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咖喱的种类越来越多 有一些咖喱呢 它上面有写这个口味的这个咸淡 或者是说这个甜 或者是这个辛辣或者不辣的 那么你可以看对象来这个买不同的这个咖喱 那么咖喱呢 它是用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一些辛香料来合成的 那么糕状的是比较用油炒过的 那么下锅的时候呢 你锅里的油就不必要用的太多了 如果是粉状的 为了让它均匀 一定要先把它用水给它融化了 再淋下去 这样子会比较均匀一些 炒的时候呢 就是要注意一点 那么牛肉 如果觉得切很麻烦 你也可以买肉来搅 而搅的时候呢 要搅得粗一点就可以用了 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见